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卢沟桥的第二十九军冯志安是正在和日军导战 三、九一八十变后 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修建了多处机场 为扩大侵略做准备 四、日军入侵中国后 中国军民同仇敌海 中国守军在长城地区抗击日军 五、九一八十变后 日军占领中国东北 从日本国内迁移 一、了大批妇女到东北地区 六、九一八事变 中国守军执行不抵抗命令 这几大激发了日军的侵略欲望 事变成功后 日军欢迎古鲁 叫嚣扩大侵略 七、一二八抗战中的妙形之战 八、令日军文崩丧胆的第二十九军大刀队 九、卢沟桥事变后 日军在桥头发布的颠倒黑白是非的告示 使日军从正阳桥进入北京 返回搜捕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